新浪娱乐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刘浩存 我会觉得自己很幸运 因为我很荣幸 我刚一出道就是拍的 就是张艺谋导演的作品 然后也很荣幸能够被张艺谋导演指导 我觉得我收获很多 所以就特别感谢张艺谋导演 网友说你是不是家里有什么背景 所以才能接到这么好的资源 就你会想回应这样的声音 我也没啥想法 但是我觉得导演他一般不看着写吧 我感觉毕竟那么厉害的导演 张艺谋导演的副导演 去我们学校选的 然后录个自我介绍 我那天比较开心 然后我觉得自己好幸运 同时也就是有点压力吧 不会啊 因为之前的蒙女郎们也都很厉害啊 他们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就是一步一步把自己的作品都拍好 其实我希望自己也更努力一些 然后也是要踏踏实实地把自己的每一个角色都 努力地去完成好吧 我觉得 你自己怎么看你跟之前的蒙女郎之间的这个 大家可以拿你们来比较吗 这个称呼就是要意味着我要更努力一些吧 我不介意 我觉得我更重要的是 要把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拍好 然后 作品来代表自己吧 对 我想做一个好演员 我觉得组里面 就是所有事情都好新鲜 没有接触过 觉得就是挺有意思的 很兴奋 你对一部导演的这种指导演员的方法 就是有哪些印象 他用我的名字给我讲戏 他说 就是让我要存心存意地去表达呀 去表演啊什么的 他通常就是讲戏的时候都是那种深入浅出 就让你特别容易懂 然后特别容易理解 然后就一下子就能表演出来的那种 所以他是怎么让你就一直生活这个角色感觉 他就是告诉我要一直穿着这套衣服 然后在生活中就是随便坐啊 躺啊什么的 就是在生活中就要融入这个刘闺女的这个角色里面 这样在表演的时候 就是更好的让你辅助你表演嘛 我觉得他说的很对 然后我就这么做了 有知情导演吗 说还有十五分钟 然后英国导演是阻止了他们 就当时你知道他们就顺利机背后发生了这样的对话吗 我不知道 但是我后来看那个我的那个纪录片 我觉得我挺感谢导演的 就是他很为演员考虑 就是以演员的表演状态为主 他不想让你的杂念影响你的表演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这个 所以我很佩服导演这一点 就很关照演员 我觉得一哥很平易近人 一哥他其实那个帮助我还挺大的 他很照顾我 就是无论是在戏上还是生活上 就是就会多照顾我一些 因为我是个新人 所以在演戏方面就是有一点没有经验 然后有的时候导演在给我讲戏 他就是很耐心的陪我一起一遍一遍的去把它完成好 因为我在生活中很少打人 然后他那个其实是道具吧 我怕把一个打疼了 因为是打头嘛 然后虽然也是假的道具 但是还是会心里有一点点杂念 怕受伤了 但是后来一哥总是安慰我 你别害怕 然后导演也是给我梳理 然后一遍一遍 最后终于达到了导演满意的样子 我也不知道 他就说是三部电影把我选下来的 是他反差特别大 他是一个特工 就是刘闺女是一个小男孩的那种形象嘛 然后时代背景也不一样的 所以就反差还挺大的 而且我觉得 那个特工还挺漂亮的吧 就是有好多身衣服 而且很酷 刘闺女就一身衣服 我其实拍了这个一秒钟之后 我还是照常的回去上学了 就比较正常 然后也没有太多的人知道我拍了电影 但是我头发剪了 我当时不知道我回学校怎么办 因为头发要是短着的话 很难办 就是上课什么也很不方便 后来我就去接头发了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就是寒烟导演就知道我拍了这个 听说还不错 然后就是见一下我 然后见一下我也觉得也还不错 然后就是我们就这样就合作了 他很认真很努力 挺开朗的吧 挺爱笑的 就是挺好的